5 4 3 2 1 Here we go 好,欢迎大家收看 由DT大数据 孟工厂推出的 大数据IMF 传奇行动 绝密课程的第 62课 那在这一课中呢 我们将和大家分享 Spark下 Parky史文的最佳实践 和Demo实践 首先 我们会从企业级 史文的背景的角度 去讲解Spark下 Parky史文的 最佳实践 然后我们通过Demo实践 大家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 好 声音不稳定 那我 立即重新启动一下吧 这个YY 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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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现在再次进入了我们YV课程的现场 就刚才跟大家说 在这一节课程呢 我们分成两个方面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企业级的视角下 我们看Spark SQL Spark Cycle 对Parket的视闻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写一下它的代码 但是实际上而言 如果你的企业级进行开发的话 Parket的内容远远不至这么多 大家是不是在市面上 包括在官网看见对Parket的视闻 或者讲解的时候 也就给你几个简单的demo 例如说 都没有跟大家讲 大家在其他的书籍或者之类的地方能看见过吗 我再次确认一下大家能否听见我的声音 因为没有人回复 我觉得应该基本上没有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过去的项目 实战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些内容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仅仅知道 Spark SQL操作Parket文件 这是远远不够的 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昨天跟大家说 我们的这个Parket课程会有两三讲的样子 是吧 但我们也不会说讲Parket的一切内容 我们只会从Spark SQL 就Spark SQL的角度去看 怎么去使用Parket 以及Parket内幕的东西 就是我们从实问的角度去看 Parket我记忆论 它是2015年成为顶级的Parket项目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课程的一个基本的安排 大家都知道我们明天晚上不上课是吧 今天之后后天 我觉得后天的内容对大家 对很多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 包括下周一的内容 因为我们会全球独家深度解密 Spark SQL下的Parket内幕 包括性能优化 包括它内部显为人知的最佳实践 明天周六 明天早上和晚上都没有课程 明天我们休息一天 明天早上六点半 IMF线上代表大会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课程的一个基本的安排 可能大家感觉我们前面的内容都比较平时 所谓平时也就是说可能感觉这边也就是一些SQL的使用 可能老师在这边呢 因为这实战的代码比较多 有一些小经验之类的 前面几节课确实是基本做不电的 但是我们这节课之后就逐渐的 很多内容 我相信都是你以前没有听过 或者说没有学过的 我们下面 因为我们Spark SQL一共就在讲几讲 但实际上我们Spark SQL 从课程规划上要讲30天左右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基本的说明 好 大家要知道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课程的规划 欢迎大家广望我们的低贴大数据 梦工厂微信公众账号 在微信公众账号上会有相关的信息 我这边今天晚上也会把更新后的 接下来就讲Park的内容 规划的内容 更新到微信公众账号上 相关的观众人也会完成这个更新 那这边是我的新浪微博 微博.com.au pins 大家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去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好 我现在分享一下桌面 大家应该可以看见桌面的分享 对吧 我们从两个层面谈 第一个就是Spark Psycho下的Parky 使用最佳实践 今天这个我做一下笔记 我们这个是第六十二课 我说明一下 因为这件文件 所以要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DT大数据梦工厂 或者说我们推出IMF行动 就是要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就DT大数据梦工厂 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 或者说组织 其实我们是一家提供Spark定制版本的机构 具有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Nelux有原始发行版本 对吧 OK 它有Red Hat 商业实用版 那我们DT大数据梦工厂 就是做Spark 更好的发行版本的 比原始发行版更好的版本 我觉得这样说 大家应该很明白 包括在今年我生日的时候的一个聚会 其实也是主要找一些核心的人 共同去开发定制Spark 这个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至于现在的培训 只不是想培养人才 而这个人才 我希望将来有一部分人 能跟着我一起做Spark 世界上最好的Spark的发行版本 OK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设计 以后可能就是 IMFSpark发行版 这个是我们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你去做培训的话 你觉得有没有培训机构 能够和你教练 不可能有吗 至少目前你找不到 世界上你找不到 所以我记得我在前面提出过一个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参加了我的生日聚会的话 你极有可能在 你走进了生日聚会 然后再从生日聚会出来 你就有可能在2017年 就连收入过百万 是吧 你现在你从这个角度想一想 你说我跟你说的 是不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 如果你能参与我的生日聚会的话 OK 而且不知道的人 但他不知道的人 是他想象中的 对吧 他想象中的 只能说明他是谁啊 这个他说我什么 这无所谓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无所谓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DT大数据梦工厂到底是干什么的 以及我们为什么设计的课程 另外就是我们想培养一百万名 出色的大数据人才 OK 一百万名 出色的大数据人才 好 这个 我就是多了几句会话 而另外还有几句会话 这个我觉得接下来三十秒钟 你可以听 可以不听 这大数据IMO长期行动 现在已经有三百一十五人了 从三百一十五人开始 因为我们以前的宣传资料说 4月30日截止报名 但是三百一十五人对我们而言 对我们的目标而言 已经基本足够了 如果再有人加入的话 第一需要通过考试 第二 每天这个报名的费人费涨价一百块钱 也就是说你现在报名 是六千零八十 就第三百一十五人 报名的还是五千九百八 你就变成六千零八十 至于考试的试题 找我们的小小 或者找瓦力 OK 都可以 也就是说你不是说你交钱 你就能进来的 必须通过考试 OK 瓦力在现场是吧 大家可以找瓦力 或者说找肖肖 好吧 好 我们不说了 其实我很不喜欢说这些 我喜欢说技术 就是在企业级的这个史论中 在企业级的最佳实践中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 在企业中假设 做大数据的话 一般的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架构 或者是过程 有没有老位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说 你大数据分析的 它的基本的一个过程 卡夫卡 卡夫卡斯巴克 我是指数据分析的角度讲 其实我们发现 整个业界 整个业界过去对数据分析的层面而言 而它的过程基本上有两种 过去整个业界 对大数据的死论 对大数据的分析的 技术 技术 技术站 我们也可以说技术站 一般分为以下两种方式 我们这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这个 Data Source 数据源 数据源可能多种作用 Data Source 然后下一步就到HDFS HDFS 然后再通过这个 MapReduce MapReduce Have R 也有可能是 Foomps R Spark MapReduce Have Spark 进行出货的数据提取 提取之后 可以生成目标数据 你可以认为这个 MapReduce Spark 相当于什么 在这边就相当于 大家说 这个相当于ETL 对吧 诸位也知道 ETL其实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感觉ETL简单 只是因为你的ETL 简单而已 ETL有时候很复杂 你像假如说 电信的数据 你想弄出目标数据 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它电信的数据 弄出目标价值数据 这就是ETL的过程 对吧 它一般需要过滤几十遍 那业界成熟的方式 就是ETL之后 数据一般以什么方式存在 你在HTF 不过你这个从分布式的角度讲 它不可能是放在数据库中的 当然你可以考虑放在数据库中 但搞分布式的人 放数据库成本太大了 放在HTFS上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稍有经验的人 你就知道应该放在 HTFS上的什么中 PARCIDON 对不对 HDFS PARCIDON 看来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你听着课就对了嘛 这是我是指商业级别的最佳时间 我不是指学习的玩具级别的 就商业的流程会是这么干的 OK 放在HDFS 放在HTFS上的PARCIDON之后 转过来 下一步 一般就会采论这种高速的交付式查询引擎 例如说Spark S-KOL Spark Cycle 或者说Impala之类的是吧 当年有其他的一大堆了 Impala 不过我觉得有Spark S-KOL 其他都没必要了 这边件数据处理最后就得出结果 是吧 Result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我们写个Result sorry 是吧 为什么这样写呢 是这样的 我讲这个东西就比较商 我是指这讲的这个技术就比较 商业化的强度的视角 跟大家谈谈了 好吧 这个加个括号 通过 这边可以放在低避准 也有可能 被通过 JDBC ODBC 来作为数据服务 10万 OK 呃 这个是业界的绝对经典的模式啊 呃 我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整个业界 现在整个业界啊 基本的百分之 我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公司的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都是这么搞的 百分之九十公司的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都是这么干的 他逃不掉的 呃 但是我说 过去整个业界的大数据分析的技术站的PIPLAN 一般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啊 Impala认识的越来越少了 反正现在有Spark SQL Spark SQL在2.0的时候 你啥都不变的情况下 速度还提升5到10倍 你就没有必要考虑Impala了 还Impala个什么 别考虑了 我刚才说有两种情况对吧 那你觉得除了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相对比较实实的情况 对不对 因为啊 这是一种数据分析服务数据来源到HDFS 通过ETL 然后采用Parket的方式存储 然后通过Spark SQL或者Impala 然后最后变成Result Service 但另外一种可能说相对数据比较实实 对不对 OK 而2015年大数据业界最火爆的 除了Spark 而Spark以外 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实时数据处理 或者流适数据处理 OK 这边DataSource 但是 其实业界啊 过去成熟的技术是这样的 DataSource它会实时 过去我发现的业界啊 它会算是HBase或者说DB 你想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东西 例如说交易的订单之类的 对吧 交易的订单之类的 然后这边DataSource插着数据库转 那我们基于这数据库 就是这数据来源是准时不断更新的 而且我们也想要快速要求结果 例如说我们要每个十分钟 我们都要看一下最新的淘宝 整个淘宝上的这个动态的信息 包括所有商品的这种变化的信息 还有物流的信息 反正一大堆的信息啊 OK 然后过去由技术处理了你的限制 大家一般会怎么搞呢 一般就这数据更新之后 然后导出成这种Pocket的方式 我这Pocket是这Pocket内型的文件 然后 在分析的时候 试问Spark cycle 这边有一位 这边有一位IMF乘先生说 终于明白糯米是怎么论的了 我不说具体公司啊 因为我们在上课说具体公司不太好啊 就我说具体矛盾技术的时候 不好说是哪个公司 那这边进行这种数据的分析之后 最后也是Result Service OK 这是过去业界的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从大家理解的角度讲 还是比较正常 比较正常的是吧 但是大家感觉第二种方式 是不是处理的有点 让人感觉怪怪的 第二种方式 有没有让你有这样一种感觉 应该感觉有点怪怪的是吧 不过它是业界的一种事实啊 就是把数据的更新了HBase 或者数据库例如Oracle 或者MySQL中 然后把它导出的时候 文件导出成Pocket的格式 OK 然后是把Sycle或者ImpologyPocket 这种格式进行数据分析 最后产生结果服务 其实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就是 其实这个上述的第二种方式 我们写一下 上述的第二种方式 完全可以通过 卡夫 卡 加 Spark Sycle 的方式 取代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啊 我只是说表达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就从你后面找工资的角度去讲 你精通 Spark Streaming 会比你说 假设你就精通两项技术中的起动 一项 第一项就是你精通Spark Sycle 第二项就是说你说你精通Spark Streaming 就从找工作的角度讲 两项你只能 只有一项精通的话 你精通Spark Streaming 应该说工资更高 应该说工资更高 OK 假设说你精通Spark Sycle 是月薪 三万五的话 就三十五K 那你精通Spark Streaming 可能就是四十K 因为没有人愿意等待 这是一个流处理的时代 流处理的时代 当然其实Spark Streaming 内部也有很多技术含量 这卡夫卡 这写的不对 提醒我一下 加Sycle Streaming Streaming 加Sycle 现在Sycle Sycle 变得非常非常强大 尤其它是2.0 这个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说 但是其实无论什么方式 我们一般内部 内部也强烈建议 采用Pocket的方式 来存储数据 你可以指定它的格式 我们发现无论哪种方式 我相信未来 卡夫卡叫Spark Streaming 加Sycle 的方式 一定会成为业界的主流 以后就不要再问我 Storm的问题了 以后再问我Storm的问题 我一律不回答 OK 这边有两个问题 为什么不存储到Hive里面 你这数据 你可以存在Hive里面 你可以存在Hive里面 你也可以直接放在HDFS 上你Pocket的方式存在 我们使用Hive的主要的原因 OK 主要的原因 从流处理的角度讲 其实大多情况下 你没必要使用Hive 我们使用Hive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Hive曾经有数据 我们的数据是从 Timeline上出来的 就实践走上去来的 而且它需要原数据等 之类的一些东西 其实速度会相对变慢 这边说如果Result 结果需要一直汇总非常大 放在DB中处理 不过来怎么办 这里 你放在DB中处理 不过来 你就把这个东西 可以放在Hive里面 这个放在Hive里面 是比较好的办法 但是其实 如果你以Pocket的方式 就存储的话 加上Spark Cycle的这种优化的机制 基本上在 一般情况下 在一分钟之内 都会出结果 OK 这个是我们谈的 一种基本的企业级的 最佳实践 你会发现 过去整个业界 对大数据的分析的技术战 尤其是过去两三年 是不是 始终的看见Pocket的身影 对吧 始终看见Pocket的身影 刚才丁东说 Hive有点复杂 如果数据规模比较大 确实有点复杂 如果你担心复杂性的话 那你就 你就用SparkCycle去查询 因为它劣势的 其实也很快 好 不过我看 今天大家的状态不错 可以跟大家衍生一点 好吧 衍生一点 其实你觉得 上面的这两种方式 有没有问题 其实是有点问题 例如说第一种方式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讲Pocket了 既然讲到这个地方 就跟大家说一下 分析一下业界的经验 第一种方式 数据从生成 例如说我们的数据 来自于我们的手机 或者之类的 或者说来自于PC 反正从数据员过来 到最后被查询出结果 这会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这个延迟会比较大 是吧 大家想第一种 是不是延迟大 OK 肯定是的了 那没有人希望 无论你怎么处理 都没有人希望 很大的延迟 它可能有时是几个小时 甚至一天啊 OK 因为你实际 例如说你做电信 或者之类的项目 你就会明白 那第二种方式呢 第二种方式 这里面有一些 内部技术的一些 内部技术的一些 细节啊 例如说时间 timestamp不一致啊 或者说你这个数据 如果 数据如果丢失啊 等等 发生一大堆的东西啊 这个我们讲流处理的 所以再跟大家深入讲吧 对 他们这两种确实是解决方案 我只不是跟大家说 这是过去整个大数据业界的 基本的解决方案 OK 就是这两种调调 只不过这两种调调都 都不是完全理想的 其实以后 以后主要的解决方案 都会走向卡夫卡 加Spark Streaming 加Spark Cycle 加Machine Learning Graphics 等构成的技术解决方案 你不要 你不要说一句话 这句话 你说 老师我不需要实时的流处理 或者说 准时时的流处理 你觉得你需要不需要 你不需要是骗人的 没有人 不需要 就任何类型的业务 你不要把流处理的角度 就想象成数据不断的流进来 这种情况 因为Spark Streaming 可以接入各种数据员 对吧 而且 你幻想一下 为了 通过卡夫卡 Spark Streaming 把前面的数据轮过来 例如说 你产生交通事故了 他拍过照片 直接进行这种识别之后 立即说罚单之类的 立即从车主的银行卡中 把钱扣掉 交警都不能出现场了 对吧 OK 这很多 还有人脸识别 等等 你刷卡进行 或者说 这个视网模识别 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是流处理的方式 还有就是 这个信用卡欺诈之类的 那你不会说 哇 你先把数据保存了HDFS 然后搞一下ETL 然后你再弄吧 对吧 未来一定是流处理的时代 一定是流处理的时代 过去出现了一个变态概念 叫离线处理 或者说 或者说 叫数据挖掘 这 离线处理和数据挖掘 这两个概念都是很变态的概念 这个数据挖掘本身还是很正常 但是数据挖掘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干这事情需要几天 一般至少是小时级别的 OK 但实际上 你即使对数据价值的深度提取 你需不需要 你是希望一分钟之内解决 你还是希望十个小时解决 那你肯定希望一分钟 OK 好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数据不存在所谓的离线数据这么一说 不存在所谓的离线数据 你数据在HDFS上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这种流适处理的数据来源 是的对吧 这个我就是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尤其是2016年 这个东西绝对是非常非常火的 你跟别人介绍你的简历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以流适的思路进行跟大家介绍 而Spark毫无疑问是最有前途的 对吧 无论是性能 还是说这种数据挖掘的深度 维度 这边有一个朋友说侧重点不一样吧 我已经说了 我刚才其实我已经把意思说得很清楚了 是吧 过去之所以采用AB两种方案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实现的限制导致的 你一定不愿意等待的 所以你一定是需要你理想存在其实它就是直接流适的处理啊 对所以你不能跟我谈一种历史的即将被淘汰掉的方式 你说它有自己的优势啊或者侧重点 这个是不行的就像我三四年前我一直跟大家说 海杜普的计算框架不行 你知道我被多少人批判批判过吗 别人都说海杜普有自己擅长的地方说忽悠人啊之类的 我今天说流适里一定会称霸整个大数据计算业界 估计可能也有一些人 反正这个我不说了 这个再说 说太多了 我们说我们的parky啊 反正你懂得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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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的话 那你自己 反正一切都在于你自己啊 好 我们比较希望的方式是什么样呢 其实我们比较希望的就是数据员直接通过卡夫卡流进来 然后我们直接通过Spark Cycle 通过Spark Streaming进行初步的处理 然后通过Spark Cycle进行多维度的分析 在这分析的过程中 可以结合图计算 也可以结合机器学习的 然后 再存储到 你可以parky的方式 就是处理之后以parky的方式存储下来 我把这个写一下吧 这是我们相对比较期待的方式 期待的方式 Data Source 我的这个预言一定会成真的 你可以不服啊 不服的结果就像我两 我三四年前说Spark 一定会完全取得海杜普的计算框架的 结果2014年的时候 海杜普支付Dow Cutting也说 Spark会完全取得海杜普的计算框架的 结果业界就是有那么多人很愚昧很愚蠢了 卡夫卡这边Spark Streaming 这样的一个流出的时代 你就不要考虑Storm了 我觉得 随着Spark引擎性能的提高Storm 那么渐渐的就没细了 这边可能Spark cycle 这边可以结合这个Machine Learning Graph Computation Graphics等等 OK 然后这边分析之后 Parky 结果 我建议这个结果也是Parky的方式 但其实Spark Streaming 中间这一个步骤 我觉得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业界是怎么 业界的过去是怎么回事 以及未来的必然去世是怎么回事 对大家应该还是蛮有价值的 好 最后可能还会进行其他各种分析 你在这个基础上 分析是远无止境的 其他各种 我要说数据挖掘吧 数据 就DataMoney 有Spark 什么卡夫卡 Kinning都不需要了 不是卡夫卡 Flink和Kinning都不需要了 Kinning和Flink都是身不奉持 我只能告诉你这样 身不奉持 没必要 你没必要掌握其他的技术 这个就是 在我的视角下 未来的 就是一六年开始的主要的潮流 我可以跟你打赌 我一定是这样 这有人说 Flink比Spark streaming快 是吧 首先这个是否比Spark streaming快 你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是Flink比Spark streaming快 是由于它能够进行增量迭代的 那这个增量迭代 只有你在迭代到一定次数的时候 它才会比Spark streaming快 如果是次数不是那么多 例如十次左右 可能大家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Spark 2.0 在什么代码都不变的情况下 就你写的Spark streaming代码不变的情况下 速度默认可以提高五到十倍 OK 你自己想一下 我说的这两点的含义吧 这个还让我说什么呢 我好像没什么要说的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最佳实践的基本介绍 我把这做为第二点 我们IMF中有很多大牛 我不能说你是大神 但至少是大牛 你看这个IBM 英特尔 惠普 百度阿里 腾讯 京东 等各大公司的人都有 这Graph frame还不错 我们后面谈Graphics 再跟大家谈吧 它是个 我个人感觉是个趋势 是用Data frame的方式 去操作它 好 这个是最佳实践 但是我们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Parket 大家对Parket的了解是什么 就您了解 Parket 我们说了这么多最佳实践 是吧 Parket其实是一个劣势存储的一个文件格式 劣势存储的文件格式 它内部机制其实是非常精妙的 不是说我们简单的想象中的那样 我们这边说几个要点吧 我觉得初步谈几个要点 先让大家从整体印象上理解一下 这个第二点 我们作为第二点 Parket的经要介绍 这个Parket和HBase 这个没关系 你Parket怎么能与HBase比呢 HBase是NoSQL Bigtable级别的 Parket是一种文件格式 HBase是一个引擎 Parket本身是面向裂的 是面向裂的 裂式 这个有点意思重复了 是裂式 存储格式的一种文件 类型 它是2015年代时候成为 RPA期待顶级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官网 大家也可以打开一下 我记得官网是Parket.io 是吗 记不清了 好久没打开到官网了 好 我记忆中 还是可以的 大家要打开这个东西 把它导航到 Parket.apache.org 按照官网怎么搞这么慢 注意看一下 看到一句话就够了 Apache.parket 它是个裂式存储格式 OK Columinar storage format available to any project in a Hadoop ecosystem Hadoop生态啊 其实如果你比较关注业界的时候 你是不是发现Spark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呢 大家如果关注我的那个微信的时候 我是不是转了一篇文章 虽然那篇文章不怎么深度啊 就是介绍性的 但是它表达的一种观点很重要 Spark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呢 那现在 Hadoop对外宣称的一件事情 对外宣称的一件事情就是 Spark是Hadoop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吧 其实这个说法你都懂的是吧 包括Hadoop十年的一些会议啊 或者之类的 谈Hadoop怎么怎么着 然后说IncludingSpark OK 这个只是一个广告语对吧 你应该懂的 这只是搞广告对不对 别人Hadoop之前的创始团队早就说了 我们不是Hadoop 是Spark Spark创始团队的创始人早就说了 他说我们首先考虑了支持Hadoop 是因为Hadoop已经有大量的认识和数据了 OK 这句话 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嘛 很多其他的话就不用说了 不管你在上面是什么样的数据处理引擎 Data Model Or Programming Language 就是它可以支持任意的Hadoop 生态系统的这个项目 但你上面的你具体是什么计算框架 或者说是什么数据的模型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语言 这都无关的 就像你有很多不同的原理都可以处理TXT 或处理Error之类的文章格式 这个都无所谓的 OK 所以它的通论性是非常非常广大 在这边我也再次说一句话 就是关于这个计算引擎方面 现在Spark已经是大数据计算的OS了 你以后可以跟大家介绍Spark的时候 可以初步跟大家介绍Spark 是计算框架 是大数据计算框架的OS OS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层面的理解不是太深入了 作为OS 你是不是在上面可以开发很多应论程序 我说的这个应论程序是指应论的框架 你具体领域 你可以放框 把领域的业务建模 然后变成框架 在这框架之上 你可以开发各种的数据分析的系统 我在生日前会不断的观察和研究 我会精心的挑选一些人 跟我一起去开发全世界最好 最好就是最稳定 最快速 最具有益润性 最具有可视化效果 最至少有这四点 最稳定 最快速 最具有益润性 最好管理 最具有可视化效果的 是Bug班吧 我们一定要比官方做得更好 好 所以我会不断的观察周围 好好听课 是王道 你不要问我一句话 怎么才能去参加你的生日聚会之类的 当你实力够的时候 我自然会主动对你发出邀请的 自然主动会对你发出邀请的 你一辈子就跟着我干这一件事情就行了 其他事情不用干了 公民财富 皆如探狼取物 好 这个是官方的一个基本介绍 你可以看其他很多的东西 劣势存储 它有几个非常大的优势 我今天是不是看见瓦利 瓦利是不是在QQ上发一个消息 还有瓦利 你把那个QQ上的消息 就说今天课程 说Parket的那个内容 就发一下 我觉得你那说的还挺不错的 我都忘了你发在什么地方了 还有你发了三条是吧 说 说那个 既然提到了这个Rand Lens Encoding和Delta Encoding 我觉得还不错 你把那个内容再贴出来吧 免得我重新写一遍 劣势存储有以下的核心优势 这边瓦利已经把它贴出来了 王门石则 这一页把它贴出来了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还不错 这零分论的是吧 零分 能说出这三点 我个人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看来课程好做功课 我们就看一下这边说的三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三点 第一可以调课不符合条件的数据 只读取需要的数据 降低IO的数据量 劣势存储吗 劣势存储 假设你有5000列的话 你只需要读取其中一列的数 你其他数据跟你没有关系 对吧 它不像数据库啊 数据库 假设你有5000列 当然不可能数据库有5000列 假设你有的话 你想读取其中一列 其他4999列 你要不要读进内存中啊 要读进内存中对吧 OK 那对磁盘IO和内存 是不是极大的浪费啊 是不是性能也是极大的降低啊 你如果从这个劣势存储的角度讲 你还会不会跟你的朋友 或者问跟我说一句话 数据库处理更高效 你还会不会再说这句话 你应该不会再说这句话了 对吧 如果有人一味的跟你强调 数据库处理数据更高效 这完全是一个 我觉得技术方面不太有经验的人说的话 那这边是压缩编码 这个很容易理解了 因为它是列式存储的方式 那同一列的数据类型是不是一样的 是的 对吧 这样 我们压缩算法的时候 你对这个数据集合 如果是同样类型的数据的话 它可以采用 更加高效的算法 就以压缩 节约这个存储的空间 而解约存储空间 说到这个节约存储空间 Spark 2.0有很多的非常优化的步骤 尤其是那个dataset的提出 dataset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讲 dataset的内存 假设你数据是dataset的方式存在的话 它的内存占任 几乎比dataframe降低了80% 你听到这个话是不是兴奋了一下 它是比dataframe数据 几乎降低了80% 我已经反复地说了 你这辈子搞Spark就行了 尤其跟着我去搞Spark发行版 全世界最好的Spark发行版 但它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其实它那个也采用了 内部的这个编码 因为它那编码不一样嘛 它自己搞了一套编码的方式 而这个是读取需要的 这是项量 项量vector 这个学数学的人都懂是吧 或者更好的扫描性能 我觉得这三点提的都是不错的 OK 这个有人可能想一件事情 Parky的弱点是什么 关于Parky的弱点 我们作为后面再跟大家谈 就谈内幕的 因为这个如果你不了解到 背后的机制的时候 你谈它的弱点 这个好像 说了这个也不太理解 是吧 但就现在业界一样 Parky基本上是首选了 跟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 好吧 然后我们第三点 就代码实战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的代码 因为官网它也有很多 我们这个地方保存数据的时候 默认情况下 是不是变成了Parky的方式了 是的 对吧 我们再来写一个 我们再来写一个 OPS Parky Operations 好 在这里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写 我在这边解答一个问题 是不是昨天有人在这个 本地的IDE上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发现自己的程序运行 那时候报错 有没有 但是你在那个 你在HDF集群上就不报错是吧 其实我在开始上 也提醒了大家 对吧 我在开始也提醒了大家 你报错你是正常的 我这边改了一些东西 至于改什么东西 这个大家不用关心 这个因为你是正常的 我改的正常的东西 是不正常的方式改的 也有人没报错是吧 反正这个至于你学习而言无所谓 我个人认为无所谓了 我只会改改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任务都是入社 入就管理员身份 其实也没改其他的东西 就是让我们的运行 文件的执行 系统各方面都管理员身份 好 这边 我们写个代码 写一个简单的代码 我觉得 代码方面大家很多人应该都很熟 只不过我们从Pocket的角度再来看一下 呃 哇 这边搞一大堆啊 我们还是把这些都去掉上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 OK 我们现在的SQL Context 去读取数据 SQL Context 去读取Pocket的文件 这边 Read 就获得一个DataFrame Reader Read 成为DataFrame Reader 在这个Reader的基础之上 我们说要读取Pocket 当然你这边可以format 其实某种情况下它叫Pocket 你这边如果不叫format 还有一种快捷的方式 其实我们昨天看过圆导 你这边可以直接 是不是可以直接Pocket 对吧 大家看一下 OK 那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我们昨天的路径 因为这个路径有点长 所以我把它拷一下过来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文件 我记得是users.park 这是原码 Sport的原码解 然后后代类 然后examples src main resources 好吧 我们把昨天的这个结果删除掉 这边是users.park 那我们把它拷过来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顿手去做 这个文件读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对待进行操作了 我们这边可以注册成表 好 这边弄个DataFrame DataFrame OK users.df 好 这边把它注册成 注册凝时表 后续查询 那这边就进行数据的分析了 你这边可以进行这个sql的操作 其实 它里面有这个 我记得有name favorite color 等几个元素的信息 我们这边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查出来吧 OK from users 这边是对结果进行处理 connect 这个roll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 Java Application 它在运行中 你看这全座我们前面讲的sql的那时 这边数据 它这边 这边打印出来的是什么吊吊的那种 大家看一下 它是劣势重处是吧 我们这样不行 我们现在看见的这是一列一列的内容 是吧 这个也不是一列一列的内容 它作为劣势重处 它给我们显示的还是一行一行的内容 对吧 OK 这边姓名 这边是 这个是颜色是吧 它什么格式 都可以describe 在这边已经告诉你了 这边是name对吧 name是必须存在的对吧 这两个确实有name 这边是required的嘛 那第二个是favorite color 这是optional 就是你最喜欢的颜色 那band喜欢red alisa这个没有喜欢的颜色是吧 那这个number是什么 favorite numbers 它是个集合repeated array integre 32 array 就是三成为整处的array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确实看见的是这种调调 favorite number 它有它没有 而且这边大家看 catalyst form 这边struct field name是type string的方式 是否围困呢 false 这是第一个属性 第二列的属性是favorite color 是否可以围困为true 可以围困 第三个就是favorite number 它内型是array type 就集合类型了 那集合类型integer integer本身 这个integer本身 它不可以围困是吧 但我们 我们这边后面也不可以围困是吧 这边反肥的我们再看一下 不可以围困 这第二个远处为什么是围困 这个wrapped array 这是有数据的 integer type false 这个你可能要看一下array type的具体的实现 这个我们后面分析复杂数据类型的时候再跟大家谈 好吧 反正我们是从我们的这个数据园中 哦 这个空不叫弱对吧 对 OK 它不是弱 它确实不是空 它确实不是弱 类型的 好 这个是我们发现的确实是 有效了 这个这些列上有索引吗 如果没有那些数据机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慢 啊 这个是parking内部的内容 这个肯定会有索引啊 肯定 有索引啊 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谈这背后的事情 好吧 你又在这毛巾分区啊 怎么进去检索数据 OK 这就是 最最简单的例子啊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 当然你可以在这个parking的基础上 你说你具体获取name这一列 那也是ok的 你这边可以查询吗 select name 我们可以看一下 name from user 那在这边直接RDD 我们直接答应 看一下 运行一下 是不是直接打印出Elisa和Ben 两个人是吧 当然如果你自己感兴趣的话 你可能 你可能自己比较想对他进行一下格式化输出 你要想对他进行 你自己选须的格式化输出 一般会怎么做呢 就你这个地方选出了name这一列 假设我输出的时候 就想说 the name number one number one name number two name 之类的怎么做 大家想一下怎么做 是不是要把它转成RDD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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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D进行transformation嘛 但如果你有dataset的话 你就不需要这么麻烦 我觉得dataset确实很强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result 对吧 ok result 点 java rdd ok 它是raw 就是一行一行的数据 然后我们这边进行map操作 new function 那这里面元素的具体的内容 ok是strain 因为我们是一列啊 当然我们刚才看一下它的内容 知道它是strain内容的 好在这边操作的时候 我们这边raw 然后这边缓肥的时候 这就很简单了 你可以 the name 写个字 the name is 我展示这个东西代码本身很简单 但它意义很大 就是你想修改的时候 或者想格式化的时候 这就转成rdd transformation 啊 我记得前面还有一位朋友问过我一个问题啊 我们这边 扩大具体数据的数 例如get stream 那我们知道这里面只有一个元素 所以是0是吧 但如果你有几百列的数怎么办 如果你有几百列的数 大家说怎么办 而且假设说 你说几百列的数 选取 看了大家都知道是吧 通过具体的列名是吧 大家看一下 这边get get 我记得有个get get to as 我不要这个方法 我看 哦 哦 这是佳瓦棕 是高老棕又该在S 对 好吧 这个佳瓦棕 这个方法反肥的是一个肉 注意看一下 你这边 你反肥的是什么类型 我们这边我们试一下 我们直接就把name弄进去 啊 啊 这边是RDD Result RDD OK Result RDD 等于 那这边反肥的是一个JavaRDDStream 啊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一下 好 这个没问题 好吧 这个 这个大家都可以动手去做一下 然后还有个例子 我觉得比较重要 但是我在这里不写了 作为大家去写 这个内容 我觉得 我不写 其实也要再次抢求它 真的很重要 就它可以自动进行原数据识别 over alpha g spark 这park有个很重要的特性 它可以根据目录的原数据 自动进行聚合 自动进行聚合 好 我们看一下document 这个大家在效率运行就知道 在这边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spark sql 在讲到 在基于parket的文件的时候 大家看这边parketfile 这边有partition discovery 还有schema merging 大家看一下 这边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它可以根据这个路径 帮了路径名 这边table 然后说gender为male 注意gender为male以及gender等于female 是路径的一部分 还有这边就具体的country countryUS countryCN countryUSCN 但里面就是具体不同的这个文件 那你从整个原数据的角度来讲 它这边不仅包含这个name 就具体的这个内容 不仅包含name 还包含这个gender OK 还有这个country 它这边有多极的目录 下面举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merging的 就是schema merging 就已经包含了刚才上面说的内容 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 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自己看一下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它写了几个代码是吧 我觉得把这几个代码考过 不过它怎么没写佳话 它就是scala代码 你可以直接在spark shell这样运行 他们这边就是12345几个数字 然后make一个rdd 然后进行map操作 它map操作的时候变成keyvalue的方式 其实是一个tuple 也就是它变成1224364850对吧 然后to dataframe dataframe它叫做schema 第一列是single 第二列是double ok 然后就read的数 read的这边有data testtuple 路径的要k等于1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6到10 它也变成tuple两列 第二列就是第一列的元素乘以3 然后to double single triple ok 然后写成pocket文件 诸位注意啊 诸位要注意 在这个地方read的时候 它这边有个option 这个option是你必须写的 就是spark 现在spark 1.6 6.0 我测试的时候 如果你不写这个东西 它不能进行merge 它的这个止目录 这么merge schema为true 然后你读取的是data testtable 你按照原先的方式 是不是下面还有止目录 k等于1和k等于2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读取上一节目录的话 它就把下面两个止目录的内容 合并起来 ok 把下面两个止目录的内容 合并起来 prent schema的时候 它这边就变成single double triple 当然这边有key 这个是不是非常重要 当然由于这个代码很简单 我就不在手中写了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你做报表的话 是不是每天有报表 那每天你可能又分分成 每个小时的报表 对吧 就是小时的报表 构成天的报表 天的报表构成周的报表 周的报表构成月的报表 月的报表构成季度的报表 季度的报表构成半年的报表 半年的报表构成一年的报表 对吧 你是不可以按照时间 非常好的组织你的数据 那组织你的数据的话 因为你每次组织数据的最小单位 可能就是一个小时 One hour 那你想看一个季度的时候 是不是读取到 更上一级的这个目录就行了 对吧 你觉得这个 这么极大的简化 它就是一颗树状结构是吧 就是一颗树状结构 而我们组织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一般也是树状结构啊 你说这个杀伤力是不是非常大 这个树状结构跟是否是小文件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你树状结构和小文件 肯定没什么关系嘛 你不能说因为有树状结构 所以有很多小文件 我觉得这个 交给大家自己顿手去做 这就是我们初步 从这个实战的角度 去讲的这个Parky的内容 其实看上去 始终还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有几个问题啊 这几个问题 例如说 Parky到底是怎么分片的 再例如说 我们进Parky的时候 那我们对它的block的大小 到底是怎么控制的 再例如说 我们在做Parky的时候 Parky有个flat schema 它可以进行优化 就是序列化级别 序列化反序列化的优化 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 还有就是Parky的pushdown 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你觉得你关心不关心这些啊 如果你是生产环境下 你肯定关心嘛 OK 因为如果你只是试问 官网告诉你几个demo的话 你跟一个傻瓜没什么区别啊 就是你会spark 不会spark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如果说 你找我刚才我说的这类伦的话 那你就可以认为 你是一个中高手级别的人了 OK 只不过是我不会说 Parky漫舞编辑的去讲 而是从spark的角度去讲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全球独家的讲解 至少从这个 培训的角度讲 我觉得应该没有 其他的老师跟大家讲过 接下来 我个人认为应该至少需要 大约 大约两讲的时间吧 去跟大家讲解这个内容 好不好 就接下来 还需要大约两讲的时间 跟大家讲解 在这一节课程 我们就不再讲解了 好 我们现在IMF成员 已经315人 而 IMF周末实战班 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52人 其实已经不止52人了 而 IMF的这个GVM性能优化 现在已经71人了 就是以前投票有将近150个人 大家尽快把那个费论交上了 就500块钱 OK Parky还有两讲 对 我们现在9点24 每次不能时间太长 这个会拖住大家的时间 影响自己的家庭生活 现在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优惠的时间 就所有的IMF成员 或者说你邀请的人 线上直接报名的话 IMF周末案例实战班 是1580块钱 周末案例实战班和大出去IMF 传奇行动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是实战素权 它会有将近500个顿手实力 大数据IMF最重要的内容 最最重要的内容 是价值千万的项目 但我想 我是不是想把大数据IMF 传奇行动的 每个人都培养成 年薪百万左右的人 然后这GVM性能优化 这个也是我们全球 唯一独特的课程 是从大数据的角度去讲解 GVM性能优化的实战 OK 这个是我们现在推出的三个课程 而且我们基本上只会推出这三个课程 后续有可能增加一个专门的机器学习的课程 如果大家报名的话 现场报名1580块钱 明天开始就3980了 我重复一下 明天开始3980 报名直接转账到我的支付宝账号 支付宝账号 直接转到我的账号就行了 18610086859 18610086859 我可以帮你现场处理 就是我现场收到你的信息之后 立即 可以把你邀请进群中去 那GVM性能优化 这个是500块钱 大数据MF传奇行段 今天 现在是6080 你交费之后 你还要通过考试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今天内容本身就到这里 OK 内容本身就到这里 接下来 就是大家报名咨询的时间 非常感谢大家